四季无寒暑 一雨变成冬 是对基隆地区气候的最佳写照 也因此校官郡社在设计之初 就针对基隆多雨潮湿的气候进行规划 让郡社可以符合台湾的环境 居住起来有舒适的感觉 基隆市来讲的话 大沙湾是算一个比较位阶高一点的 因为都是文化人 这一边的算是高级住宅了 在当初我们那个时代 这边是高级住宅的 是官弦比较高级的才住在这一边 几乎天天下雨 几乎天天下雨 那这日本房子 日本房子还常常漏水 漏水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漏 因为日本时代这种 在基隆来讲 早年没有冷气没有什么 住这种房子是比较舒服的 这就是日本式的房子的好处 好处 因为为什么 就像我讲的嘛 你要是三排在一起的话 屋顶是通的 然后地板是通的 像我们这个时间到了 他这个要塞司令部就会到我们封一个巷 反正巷子又不会有车 封一个巷子就放电影了 我所谓的风向是 他那个电影荧幕一挡起来的 巷子就过不去了 可是你可以从旁边走啊 不是卫兵站着风起来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当初我特别觉得 想要拍下来留下一些纪念 就没有录下来 有点遗憾啊 但是那个房子 我从小它的转变 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每一个内部的隔门全部是直的 然后外部的隔门都是一小方框 一小方框木头框 中间是磨砂玻璃 砂玻璃 现在觉得那个窗子好美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房子 好像就是很凉快 就是我父亲讲的有过堂风 每一个房间都有窗子 然后每一个窗子跟走道 然后就可以 风就可以直接吹到每一个房间 透过关设修复前的研究及调查 对于几乎坍塌的眷设 有了修复的方向及轮廓 并且积极地朝向原貌来诗座修复